想問一下大使這邊 就是因為你剛剛有說 就是你在之前就提到很多的詢問電話 那這一次柯主席來訪 對你來講你是不是有壓力 因為你講最近畢竟有賴夫總統他也要參選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就是說 你怎麼看柯主席他的選情 對他是有信心的嘛 那你對他現在這樣的表現 你上次給了80分 在你剛剛說不平分 但是你覺得會比80分還要高嗎 然後柯主席這邊想問一下說 主席 因為大家都覺得你跟綠營的關係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今天有人也解讀 你是不是要來修復跟綠營的關係 這一次我沒有打分數是因為我沒有陪他 而且他這一次的行程 坦白講他見的人 有的是我們上次都見 但是這個行程都已經是他們自己排的 他們現在已經作為一個政黨有能力 但是我們有提供一些聯絡名單給他們 但是其實就說他們自己來 而且他們有的排的行程 我也很情依啊 很不容易 所以他們有在成長 你還說什麼 他會不會當選 你覺得他會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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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們一般 不會說人家不會當選 你出來選 不會說你不會當選 這個不符合我們的禮貌 但是如果你說他的表現 他會當選 我是覺得這樣啦 就是說第三 他本來他們這個黨新的黨 是從零 第三名 第三名要變成第一名 一定要經過第二名 但是跟 看他選舉在什麼點 他如果正好他跟第二名平的時候 正好選舉 那個原來第一名那個就穩當選 但是呢 所以呢 他這一個過程 在那個兩個平行的時候 是有利於第一名 但是這個是必然的嘛 跟賽寶一樣嘛 一定要超越第二名 那我現在 我現在比較少看你們媒體 好像媒體 那個評論也不一樣 不過是最近的民調好像說 他已經 已經到第二名 但是我是覺得 跟有些民調 有些民調 有機關效應 有的有策略運用 我不曉得 但是呢 一定是有在成長 這一點很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我也覺得 他是有進步 以前我真的是 他有問我很多事情 現在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再教他那個事 有沒有啊 他真的有些 那個 舉一 舉一我三個環境 嗯 很厲害 那個代表這邊剛剛沒有 沒有回答到就是 見主席的壓力嗎 對 我沒有壓力 我會說壓力 因為如果你他說要動算 要開腦 我就有一點尷尬 人家都有風度啊 他也沒有這樣啊 不是說我 因為我跟馬英九 見到也會握手啊 有時候他都喜歡拍背 不喜歡握手 這樣 拍完背 不管了 我也是不是跟他握手 沒有這樣啊 不是仇人嘛 也不是說什麼 慘人摸騎 會援手 說 結交這樣 小小孩子 小學生都這樣 然後你的牽筆過來 都蹲過去這樣 我們是民主國家嘛 當然是我們政黨有忠誠性 跟夫妻一樣嘛 相對的忠誠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政黨 我們就也知道這個規矩 我們應該表現到什麼時候 不是說 變成都勤講我才都要玩家 衣服要穿綠色的 不會這樣 其實你們都不曉得 我民進黨的朋友很多 只是說在這一陣子 每個人叫我都要戴鴨舌帽戴口罩這樣 不然我民進黨朋友比國民黨朋友還多 再問一下大學姐 你怎麼看現在主席他這個民動 因為你剛才就是說 就是會慢慢的有待進步 但是你怎麼看他未來是不是可以 開支散業要避免怎麼樣 才不會弱化的 要避免票減少 那個 要當選就是票增加 朋友多多 朋友多多 知識都越來越多 政治就是信任 這個信任的增加 你的政黨就是增加 不過 每一個人都要把對方的信任毀掉 所以就會有很多籌謀 所以 政治人性有時候會扭曲 其實 我想他現在以前不需要任何建議了 因為我看到整個 有時候在那邊簡報給我看 我覺得 我來處理也不會比他好 所以 應該是 這會進步 但是相對的 因為他不是跟我選 跟我選他一定贏 他現在是在幹佛友宜選 他贏過佛友宜 還要跟賴清德選 一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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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還有沒有 沒有關係 大家不要客氣 再問一下 現在要代表 那有沒有什麼 因為現在柯主席 因為柯主席 現在要選總統 那您可不可以送他幾句真言 現在江湖還會嫌惡嗎 我上次就送你 江湖這個顯樂不會 因為他參選就變成不顯樂 這個也是要注意 要對 健康還有很多家庭都要照顧 有時候就付累 這個要的 朋友是應萬年 做人也是應萬年 政治 這次是短暫的 有時候這次 中校南兩卷這樣 有時候太高調 但是也沒有那麼嚴重 我就是覺得這次是可以 那主席 主席有沒有要趁機跟就是 代表這邊請教一下 就是要怎麼跳副首人選 因為之前代表也曾經有經驗過 有機會 私下有困難 不過他現在都在日本 我只能說辛苦 我後來就行過 不會辛苦 再辛苦也沒有弄錢那麼辛苦 各位民眾黨的長官們如果有什麼意見 民眾黨的主要幹部都會這樣